各位慢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HMR5绘图 那这一小节我们学习控制前充分隔 那HMR5支持的这个前充呢 有三种界变 一种叫线性界变 一种叫圆形界变 还有一种叫图案 就是图案前充 这三种分隔 那这个界变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界变 以线性界变为例 给大家讲一下界变如何使用 第一步我们调用CTX的CreateLinerGradient 创建一个什么呢 用这个方法返回一个CanvasGradient这样一个对象 那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我们在这个对象上增加什么呢 颜色增加多个界变的颜色 用addColorStop来给它增加什么呢 界变的颜色 大家注意这里里边有个参数 Offset就是偏移量 就增加颜色在什么地方呢 线性嘛 它有提示点到中指点 那这个值是0到1之间的一个什么呢 浮点数 那我们这可以加很多颜色 那加上颜色以后 我们可以指定什么呢 FellStyle 把这个Style前充成我们的这个对象 CanvasGradient这个对象就OK了 这是我们用戒变的这个方式 那么现在打开HP5的这个参考手册 那这里用这个方法是产生一个线性界变 用它呢是产生一个图案的前充 它呢产生一个圆形界变 addColorStop是给它增加什么呢 界变点颜色 好 那么现在写程序看如何来使用 好 复制一下index9 我们叫index10 好吧 这个9和89删掉 那么重新写一下 那首先我们给它前充个颜色 那比如说正常的话 我们是ctx.FellStyle 等于orange 橘色 ctx.Fell x左边我们给上60乘以60 宽度呢100 高度呢45 这样的话我们前充了一个矩形 我们先运行看一下 前充矩形 那么让这个矩形界变 宽度呢给上200 高度呢 高度呢给上85 稍微大点 好 这样的话大矩形 我们给一个矩形来揭变 那怎样揭变呢 我们首先用第一个方法 叫createLanerGridant 好 这地方我们用一个 看第一步啊 第一步我们调用ctx.FellStyle 它返回一个对象 VarGrid Grid吧 复制于它 那么现在调用什么呢 Grid D.add ColorStop 第一只呢 比如说我是0 0.0吧 0.0.3吧 这地方创建个颜色 颜色呢我们是 警号 111 这样接近一个白色的颜色 Grid.add Color 0.8 0.6吧 0.6 给一个Color是灰色 那警号 ccc 这个颜色有点 稍微 给个 AA吧 下个颜色就是我们的 orange 可以用颜色单词 也可以用RGB色 那这个FellStyle就不等于Origin了 等于我们的谁呢 GRED 好 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暂时不要 哎呀 有问题 好 看一下代码 什么地方写错了 好 这个线 这个线没有指定方向 这个方向我这样指定 从00 从00这个坐标 到哪里呢 到 X坐标 因为这个页面宽度是 这个宽度是200 那就是到200 X坐标是200 到85 给它斜 斜着的一条鞋 这 这个方法里边有四个参数 四个参数确定两个点 好 现在我们用信一下 哎呀 还是有问题 00 285 200 我看它去行 快度是285 好 这错了 这不是乱的 这个是 GRED 好 刷新一下 这样的这些界别 这样来的 相当于 首先呢 我们CTX 得到一条线性界别 这条线性界别 是从00开始 从00开始 到285 这样的一条线 然后在这个线的 0.3的位置 加了一个灰色 大家在这儿 加了个灰色 0.6的地方 又加了一个 接近于黑色的颜色 加了这个颜色 所以这地方 你会发现 是淡灰到深灰的 这样一个界别 然后在0.9的地方 又加了个orange 0.9的地方 又加了一个橘色 所以这样出现了 什么呢 这样的界别 我们在这条线上 可以增加很多点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 做这样的线 比如说我 做这样的线也可以 这样的话是00 这点是00 那这个呢 就是20 也可以在这个上 加什么呢 界别颜色 那这是我们的 线性界别 那我们再来一个 圆形界别 这是线性界别 Ware GREDR 复制于CTX .crint 产生个圆形界别 那这里边有多少参数呢 我们查一下这个API 这有主要 开始圆的坐标 界别圆的坐标 然后开始圆的半径是多少 就是从这个圆到这个圆的界别 然后是什么呢 结束圆的半径 就开始半径和结束半径 这样有六个参数 拿两个圆套起来做一个界别 我想想给一个什么方法 好那我们还是拿这个举行作业式 这它写好了 我们直接拿来用 好直接复制一下 Copy 放到我们这来 Ctrl V 这是75 5 就坐标是75 这个第一个圆的圆形坐标是75 50 半径是5 第二个圆形 圆形坐标是 90 60 半径是0 那一般我们拿这两个圆 圆形一样也可以 只要半径不一样也可以做界别 那加了两个颜色 一个红色 一个白色 那设定这个 前充呢 是我们的刚定义的这个圆形界别 画了一个矩形框 1010到150 100 好用心看一下结果 有这样的效果 那什么原理呢 注意看 它产生的这个圆呢 它产生这个圆 注意看 第一个圆形是7550 比如说是75 假如7550在这的话 那这个半径是5 这半径是5 好 这是一个圆 那第二个呢 是9060 我画一个green 换一个颜色 第二个圆形呢 是这个地方 比如说90到60 它的半径呢 是100 这样的话 就是从这个圆 这一部分 到这一部分的一个什么呢 界别 那以前我们这个是线 就是一条线上增加多个界别点 那现在呢 是在圆的这个半径上增加界别点 那么再做一个很规则的一个界别 那我们看一下 再做一个规则的界别 那比如说我要画个圆 在圆上做个界别 我看看我把坐标方下来 先画个圆 给大家先画个圆看 ctx.arc 好我们要使用这个呢 之前先要用ctx.begin.pass 因为这是路径 换完圆以后呢 我们要用ctx.close.pass 然后才可以填充一个圆 那这地方 首先圆 我们这儿要定一个圆形 坐标 圆形的话 我给上200乘以200 圆的半径的话 给上80 其实角度从0开始 那中置角度 2乘以mass.pi 好 这事我们画了一个路径 画路径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圆 填充出来 那就是ctx.filestyle .filestyle ctx.filestyle filestyle就是 写给个红色 待会我们再把它改成 截别色 ctx.file 填充一下 看这个圆能不能填充出来 这地方是画一个圆 好 刷新 刷新一下我们的10 好 这画了个圆 那么现在给这个圆 加一个戒变 看怎么来加戒变呢 首先要得到一个 这个东西 得到一个render 那这地方呢 第一个圆形坐标呢 我们就是200 乘以200 那半斤呢 我们就是5 中止圆形坐标呢 也是200 乘以200 这个呢 这个圆 半斤是80 你这不能给100 那么就给上80吧 那么现在给它加一个颜色 grd grd.add colorstop 第一个颜色 我们给一个白色 锦号 白色的话就是ff 那grd.add colorstop 那1的话 加一个红色 红色的话就是 锦号f00 那这个变量呢 已经被用过了 这儿加个2 那这个style呢 就不等于red 就等于我们的grd2 好 我们刷新一下 这样我们就做了一个 语言上的这个界变 好 这是三个代码 这个代码结构呢 稍微比较乱 因为这个工具不太好瞧 大家下去自己瞧一下 我完了把这个代码 代码打包给大家 好 这个关于界变呢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还有一点 嗯 还有一个 前冲 可以前冲图案的 因为还没给大家讲过画图 我给你们说一下 在什么位置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找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 前冲图案的话 我们要用create pander 看他这段代码 怎么来用的 嗯 首先是ctx create pander image 这是一个图片 这给个repeat repeat的话就是 横向中向都重叠 然后呢 嗯 这前冲了个矩形 设定filestyle 等于什么呢 patter 那这个 这个style呢 就是里边前冲的 这个image的这个图案 那底下还有一些例子 应该是 我看看 亲自试一试 好 这有repeatx repeaty啊 这地方有 大家自己 自己下去看一下这个程序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画图 所以这个程序呢 下去自己看 好 这是我们的 嗯 戒变 也就是前冲风格 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讲到这里